你用双引号读新北 城市阅读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阅读大使杨千佩 以网路开箱直播方式 宣布活动正式开始 4月23号是世界书香日 新北市升格10年来 努力打造阅读城市 要让阅读丰富大家的想象力 增加更多趣味 城市阅读活动也以新北市为主题 呈现阅读百态 透过聆听感受和品尝等不同的感官体验 阅读新北这本书 感受更多新北市的特殊风土人情 品味这座城市的美好 是用创新阅读的思维 除了告诉大家 你生活一整天 怎么样的阅读的生活方式在新北 你用阅读沙龙 把原有的旧有的文化找回来 特色的角落 再加上用科技阅读的方式 互动阅读 以及用旅行的方式来读新北 所以这一次的阅读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阅读方式 新北市打造阅读城市 除了这次市府大厅以阅读 百宫 历史和多元等七大展区之外 其他图书馆也有相关系列活动展开 活动持续到5月30号 邀请市民朋友用自己的方式来阅读新北 记者林立如无知恒 板桥报导